大家好,我是莫小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冬天咱们究竟该如何活发面 因为有朋友说在冬天活发面做馒头 做出来之后 第一锅和第二锅会出现不同的状态 有时候也会出现烫死发不起来这样的问题 今天就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咱们在冬天活发面 应该注意的地方还有一些小的技巧 咱们都知道冬天的天气比较冷 所以说咱们一般要用温水 把酵母给它化开激活 激活之后咱们再活面 它就会比较活跃 发酵的也会比较好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五个冬天活发面的技巧 第一个就是咱们在冬天一定要用温水 把酵母化开 这样它的活跃度就会提高很多 和夏天基本上保持一致 发酵的状态也会更好 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如果说不小心用了冷水 把酵母融开 这时候一定要对点温水 不然它的活跃度就会降低 发面的时间就会更长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第二点冬天活发面一定要多加酵母 平时我们用五克美金面粉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提到八克或者是十克 这样它的发酵状态才能赶得上夏天 酵母的量过少 咱们发酵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咱们做馒头的时候也会出现烫死 发不起来这样的情况会变多 第三点咱们活好的面团一定要放在温暖的地方去发酵 覆盖上东西呢也要密封不要让它漏在外面 漏在外面它会风干 面皮表面风干咱们做出来之后呢 它里面会有硬块 吃起来口感并不好 发酵好的状态就跟咱们画面中这样 它有很多的丝 其实这样的状态就可以 第四点 如果说咱们用压面机来制作馒头 压面的时间过长 它的发酵时间也一定要延长 如果说发面时间没有延长 发出来之后呢 咱们蒸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烫死的问题 如果蒸馒头遇到发酵不好的时候 咱们可以把锅里面的水烧至四五十度 把馒头放上去十五分钟后再蒸 这样操作下来 咱们做出来的馒头 同样能够保持表面比较光洁 发酵的状态也会比较好 第五点是蒸制的问题 咱们在蒸馒头的时候 水千万不要烧到过沸 比如说一百度的状态下 咱们下锅蒸的话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咱们一般烧到八九十度 就可以上锅蒸 上锅蒸制的时间前几分钟小火 后面再用大火开蒸 做好的馒头就会比较好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加关注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也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